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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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自己交給月費 沒問題,下去吧 大家好 要不要讓你說 你先說吧 這是你主場 Layman's S第一集 有一個很喬口慘手的中文名字 就叫做 黎文話師 這個我講 黎文話師 多麼沒有合格 黎文話師 就拿少許 都叫做鞋音 都叫做 黎文 然後 話師 相對來說 我們廣東話 或者中文 都有兩種意思 話師說一件事 希望做得到 將來可以說話師 是不是很厲害呢 已經很厲害了 好了 就要跟 如果想著今晚 在本土最前線的節目的朋友 就說一聲 我們的MyRadio 有關這個節目的 那個節奏是調了一點點的 我們這個節目很直白的 是不會有任何隱藏性的 所以說 每一集都可能是最後一集 看看何時得罪人 尤其主要都是得罪 高層的 好了 由於一些 私怨的原因 那幾位 本土最前線的主持人 就決定不做 或者是直接不做 所以變成 那幾個 說清楚一點 說那幾個 現在不在那幾個 是啊 我不是這樣說嗎 你不是 你不清楚 因為你又調了 今天本來又有一點 現在又是我們 好了 有幾位的主持人 沒有做到 本土最前線 那個我認為是出於私怨 這個不是罵 是說現實 不是很公義的事 大家有一個政治上的不同 所以就離開了 似乎不是這樣 似乎是因為一些私人的理由 誰對誰坐得好 在比較私怨的角度離開了 然後 其實本土最前線 在一段時間內 都是維持著 一、四、五 有直播 接著二、三都沒有 所以 這個時候 剛才浩天的節目 其實一般來說 都是錄影的 變成 他最能夠 活躍地 靈活地 調去中間 好像一、三、五 就比較平衡 那我就變成 星期四這個節目 就直播 這個節目的產生 其實最主要是 我們覺得 我 最主要是 有很多市民的聲音 是應該去廣傳一下 尤其是對於近日的抗爭行為 其實是 很多時候 都有一種 互相 不太認同對方 做的事情 的一些想法 好了 那我們 說真的 我們就 不知道你了 我們這些 就不多年輕了 而且 My Radio的 那我也肯定老過你了 別說這些 你 你可以不認 有什麼不認 還有 大部分 My Radio的聽眾 事實上 是比較年長的 這是事實 但是 比較年長的聽眾 方面 其實我們就是 很代表了 一些民意 所以 其實這個節目 希望 可以做到 每一集都會有一些 比較 我認為比較 有能力說話的人 可以來到 現場 訪問一下 有時候 做到一點 少許的城市論壇的感覺 有些互動 有些互動 因為他們 都是代表市民 是嗎 他們是市民 我也是市民 但是 我相對 就是 出過很多 很多人 有很多人 有很多陰謀論 他又想做KOL 他又要發表 為了要 維護動物 等等 那些你未必很相信 但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 這是節目的方向 直接說 今晚其實 第一集 直接說回近日 很多的抗爭手法上 其實是會有 比較不同的意見 我們逐單去說一下 今晚現場 聽眾不多 因為時間比較闖絕 這個未必是主人 主人可能沒有號召力 不是的 希望下集可以更多 下集可以更多 首先我想說一說 就是有關在太古廣場 有多少位 可以出一出上 有七、八位 我印象當中 有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 是否十個 十至十一個 十一個 萌燒樣 剛剛十二個 萌燒樣 但卻不太看得到 她的年紀 但這種行為 我收回這種行為 這種行為 我們的感覺就是 比較年輕的朋友做 有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個蠻膠的行為 有些人會譴責 有些人會覺得破壞運動 令事情變得膠化 首先尤達也是嘉賓 只不過是一個知名的嘉賓 所以從那裡坐到這裡 你先說一說 免得一言堂 你覺得這個藝術性行為有什麼感覺 第一眼我看下去 可能我們以前也有抗爭 我看下去覺得 我不可以說它是膠 但應該是悼念的疑似 不知道 因為它中間的黃衣衣 我想應該是這個 它在行為上有一個反應 但它本身的行為是否為了悼念它 還是為了其中一個不合作運動 想阻礙 不合作就是令到阻礙市民 簡單而言 如果你說阻礙在這裡 就怎麼會阻礙到 整個太高光場下面這麼大 如果你用這種角度去分析 可能是你做不到效果 我不是說我個人意見 我覺得就像是悼念那位異事多些 你認為這個行為其實跟抗爭沒有關係 是一個悼念 怎麼說呢 一半半 但是比較多傾向悼念那位異事多些 那位良異事多些 我自己的印象 就這樣說 那位我會叫做烈士 今次真的叫做烈士 那位烈士 那位烈士 其實他的行為本身 就是犧牲了自己 他的訴求非常簡單 清晰 那他就列出來了 那我今晚沒有準備 因為我之前提出過很多次 那變成其實他沒有其他原因 他的死是沒有其他原因 他就為了要撤回 逃犯條例修訂 還有要釋放抗爭者 叫他們不要定性做暴動 然後就是要林鄭下台 應該要先 四樣東西 應該要追究黑警 但是他就比較溫和 在黑警方面 即是他叫你 要有多點愛心 不要射他們 不要適合我們 我們是香港人 這樣 那他的行為本身 你跟不同意也好 他的行為本身就是 想做一種感召 即是他希望 犧牲自己去感動 多些人去關心這件事 至少是這樣 不然就不會選擇這種方式 如果你是想直接有一個影響 你會選擇比較激烈的方式 但這些一切只能夠 是非常表面去猜 因為我不認識 當事人 亦都現時不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千萬不要介意 不是有心想扭曲些什麼 是非常表面上猜一猜 好了 如果你覺得他是悼念 就是因為他受到 他這麼激烈的行為 我覺得真的被枉死了 影響了 首先我們不如談論 所有事情的原理 原理就是 其實為什麼會有 左膠這個詞語出現 其實左膠本身 真心地說 就是一班 極其善良的人 不說假裝那些 左膠的意思就是 他們極其善良 善良到一個位置 令人反感 因為他有些不接受 有些不現實 他覺得原來 譬如是 只要 如果有人去打你 我只要不斷被他打 不斷流血 不斷展現出我的慘況 終有一天他會收手 這是其中一個左膠的行為 左膠的相反是什麼 如果在香港的術語 左膠的相反 比較接近就是招討論 招討論的原理是什麼 就是 到了極致的時候 已經完全沒有得救了 好了 沒有得救的時候 就去換醒其他 某程度上可能是左膠 換醒其他都覺得 沒有什麼得救的人 能夠接受他們的激進行為 讓那件事可以 完成 去到盡 讓那些所謂的 左膠也好 港珠也好 知道原來這件事發生了 真的不行的 就是攬炒 某程度上就是攬炒 因為他們覺得如果不攬炒 繼續讓你們在一個 相對生活得比較安穩的日子裡 是不會醒的 不會醒的 沒有辦法達至到 在香港而言 沒有辦法達至到民主 在他們的世界 但是你要知道 兩種的理論 極致的話 都肯定是沒有什麼好處 而且不會成功的 那麼左膠的極致 就很容易理解 剛剛講到 因為這個世界上 其實尤其是現在香港的情況 是受到共產黨的統治 這是現實 中共的統治 這是現實 我們的特首要去任命 好了 而當你對於一些 那麼麻木不仁 他組成那個 政權的方法 就不是透過民主的時候 是透過極權去打壓的時候 你要去到感動這些人對你收手 那件事是極度絕望 好了 反過來 那朝土的問題 朝土的極致就是 什麼鬼都沒有 是不是 一拍兩散 什麼鬼都沒有 你就是死光了 放火殺人 什麼都好 死光了 那些地方根本就沒有辦法住人 對於香港人來說 那是否一個方向呢 或者真的死光的時候 你也不是香港人 因為已經死光了 所以兩種 我覺得走去極端 都沒有什麼意思 好了 那為什麼要說 這個抗爭手法上面 有什麼關聯呢 關聯就是 香港人 其實在現實上 如果用我剛才的定義 左膠本身是一包很善良的人 善良到很可怕 而香港人是這一種人 香港人 某程度上是左膠底的 都不是某程度上 那你可以說得更激 也很絕對大部分 好聽一點來說 就是香港人 是一群很善良的人 OK 現在不說回 開頭或者如何為之最完美 我們說回現實 好了 今次的 近日這些抗爭行為 我想絕大部分人都相信 甚至建制派政府 都要認同 是比較有效果的 其實當中的效果在哪裡呢 就並不代表 並不是說 左膠很好的感動到 和理非非感動到政府 不是這樣 也不是極端的手法 不只是極端的手法 令到政府要屈服 因為其實最極端的來說 在抗爭上 為什麼香港這麼不同 其他外國的地方 去搞示威和抗爭呢 就是因為在外國 其實就是這樣的 原理就是這樣的 當你做一些很激進的行為 做一些很激烈的行為 其實你一定會影響市民 這是百分百的 OK 影響了市民 而市民最初 在短暫的時候 會怪責這些人 是 你放火 或者去拆屋 打劫 擾亂秩序 覺得 他們在短時間 會譴責這些人 如果政府能夠 壓制得到這種罪案發生 或者令到這些人消失的話 那就沒事了 抗爭就不成功了 但是到什麼時候 你會得到民意 所謂比較多民意 向了對政府呢 就未必支持了你 就是 當政府無能去管治 或者管理這些激進行為的時候 那些市民就開始會怨 為何這個政府這麼無能 放火也沒有人理會 可能會罵抗爭者 後來就會罵政府 當你效果政府的久而久之 或者不喜歡他們 在投票上各方面 就會令政府的政權有點不穩 甚至乎有機會推翻 香港這一套 暫時是不會有效的 也就是這次的原因 就是香港人 比預算革命進步了一點點的地方 就是 抗爭者方面 就是他們做到一種行為 是的而且確有效地 去阻礙政府的運作 那件事情當然是擾民 一定是擾民 程度上大和小 佔領也擾民 某程度上當然是擾民 好了 當你擾民的過程 就是你怎樣能夠令那些市民 接受你的擾民 那是一個合理的行為 就很講究竟你有多打擾他 還有他有多反對你 有多不喜歡 本身政府正在行的事情 譬如今次的送中條例 好了 單單在比較送中條例 以及在以下的 對於警察的仇人上面 純體數字 你可以這樣分析 就是 送中條例去做一個大型的遊行的時候 其實是有100萬人上街 是嗎 然後 接著發生了612事件 接著就到了下一次的遊行 616 616的遊行 而那次有200萬 姑且先相信這些數字 沒有所謂做一個比較 而 我相信 不知道你有沒有認同 就是 反送中條例的人 是必然爭警察的 結果而言 但是爭警察的人 未必是反送中的 純粹在數字上去看 純粹在數字上去看 因為你爆發了警察濫捕 濫用暴力 那個情況 你才多了一百萬人 才會有些人去仇警 多了一百萬人 現實就是這樣 好了 所以那件事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 香港市民 是暫時來說 仍然只能夠接受就是 當你 是被他們無理去打的時候 你去還托 那個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你主動去打勾他們 是不可以的 好了 那件事就是這樣 這個是現實 好了 而 作為 有很多要去策劃 或者去做一些事情的 年輕人來說 其實 我認為 至少這一刻 民意對你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們不用理民意的話 其實你們的行為不會是這樣的 會再激進一點 就是說你某程度上 其實那件事是困難的 為什麼剛才 一直說下去 剛才那個是其中一個行為 暫時不批評 是困難的 所以那件事不要有一種挫敗感 也不要放棄著 就是 因為本身那件事很高 你又要做到擾民 但是又要做到市民不壞你 那件事本身就有一個很難去拿捏的 很難拿到平衡的 因為你如果要做不合作 或者要抗爭 你沒有可能 你在完全不擾民的情況之下做到 應該這樣說 如果你不擾民 你也得不到那個效果 如果你完全不擾民的話 是可以的 繼續回家做你的KOL 但是沒有意義 你外面好像昨晚那樣 昨晚會說的 但是應該要留一留 好像昨晚那樣 就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如果你每個人都在做 鍵盤戰士的網上 那樣 其實就是 那樣的效果 就是明顯看不到 但是 而且 始終網上世界 都是很多 都不知道是甚麼人 首先 你既然這麼想說這件事 說一說這件事的前奏 然後直接下 這件事的前奏 其實昨晚發生了 在包圍警察總部 對嗎 而這次是第二次 沒錯 已經發生了一次 包圍警察總部 好了 而包圍警察總部 說真的 那件事本身 那個拿捏 我姑且叫做藝術 藝術性 是更加高的 是的 而某程度上 我認為 年青人方面 或者這次出去的抗爭者 他們很好地把握了那件事 就是 其實某程度上 必須要接受 送中條例 在民意上 不要說我個人立場 對於暫回 或者撤回的看法 先不說這件事 很多市民 其實 是認為那件事 某程度上 達到了他們的效果 這個你要接受 你永遠不接受 然後市場是怎樣 你否定那些資訊的時候 很影響你接下來的決定 好了 你不同意也好 沒有所謂 因為我也不太同意 但是很多市民覺得 差不多 你們還想怎樣 還想怎樣 告訴你 其實 你對警察很不滿 當然 那不是單單這次 是一路職怨下來的問題 從2014年開始 一直累積下來 而他們這次的手法 某程度上 他們在打壓 香港示威者的過程當中 是廣泛地受到世界的一個 我覺得是譴責 譴責 譴責 那件事是很影響 政府的管治威信 在國際形象 而那件事是主要的原因 他們不出來打散你們 或者在之後 不要很激烈地打散你們 真的不要相信一件事 就是他們已經怕了你們 他們怕了你們 你可以說是一個 曲了一點點的後果 就是他們怕這件事 怕那件事 他們不是在武力上怕了你們 他們不是因為 他們會懂得 還拖 我們拿著槍也沒有用 我們跟他們打 我們會不夠他們打 絕對沒有這件事 他真的要跟你打 他一定會贏你們 當然是贏了 但他們付出的代價很大 在這個前提下 你就要好好掌握你手上的籌碼 就是 對不起說一句 每一次 有一個犧牲的人 未必一定要死 的時候 其實 令到坊間市民 對警察的仇恨就會更加大 而這個是 一個定律 沒有辦法 人是會看畫面的 你光說他們如何卑鄙無恥下流賤格 OK 他們會聽 當他們看到一些很…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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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慘不忍的畫面的時候 其實會多數能夠將他們 激發一點點 去做一些更加 去支持你們的行為 當然我不鼓吹 那件事其實也挺傷感的 但那件事跟之前我們 最大的分別就是什麼呢 就是 也有一個很著數的地方 雨傘加命 你佔領著這條街 結果而言 因為香港市民實在太善良了 包括那些示威者 包括政府口中的暴徒 你看得到 那個地方是被人佔領了 旺角也好 金鐘也好 銅鑼灣也好 你會發覺周圍的商鋪 是如常開門 其他市民一樣在那裡 開開心心 甚至警察是會走下來的 那件事其實是沒有什麼傷害性的 只不過是去到後期 他除了形象上有少許樣衰之外 被人佔了一條街這麼久 無法清理 實際上不要影響他們 這次有什麼分別呢 包括警察總部 你是實在直接地影響他們 最簡單的 讓他們無法清理 無法清理 在威嚴上 簡直是掃地 昨晚 想回昨晚那件事 昨晚那件事就是 甚至乎抗爭者 示威者 他們把警察總部的招牌 拆下來 正確地拆招牌 不斷去罵人 不斷去侮辱警察 不斷去侮辱警察 一天用燈射 那個相對沒有在計劃之內 後期出現 那個就是因為有那位 那位25sir 為什麼叫25sir 穿著衣服是52 真的很聰明 即是我撞了頭 我是25sir 不是他想著 我這麼明顯這樣說 你們就不會覺得我厭 越危險的地方就越安全 即是這樣的思維 這些思維很厲害 下次再下一次是沒事的 我也包你沒事 我要休息一下 好 回來再繼續說這件事 好